不论是抒情歌曲还是动感舞蹈 又或者是台语经典 参赛者展现优异的歌喉 让台下评审黄云林 丁小文 王志平 与民众听的是如痴如醉 这是由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与南港区所合办的 北流金舞台歌唱大赛 今年迈入第二届 由于规模扩大 共吸引了近400位民众报名参赛 北流董事长黄云林 与南港区中所区长林士兵都希望 借此提供喜爱唱歌的民众 一个圆梦的舞台 同时推广多元丰富的音乐文化 因为北流在地的这个位置 其实就在南港区 那最重要的是 其实北流不只是一个表演厅 它也还有其他的很多 包括你应该有来过 比如说我们有文化馆 我们也有产业区 然后我们也有排练的地方 录音的地方 所以真的很希望这是一个全民共享的一个舞台 我们真的很期待这是一个大家的舞台 所以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都有音乐的梦想 但是为了环境 为了自己的成长或者是家里的种种的因素 所以他必须要去走另外一个并不是可以圆梦的这条路 但是呢只要有机会 我们这个圆梦的舞台都在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工作之余 那有一点余力的时候还能够回到这个舞台上在圆你的梦 所以这也是我们当初在办理这个北流金舞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大家这么爱音乐那么爱唱歌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主题曲 那我们也希望提供这个舞台 让更多更多民间高手可以加入 南港是一个很特别 我们又新又传统 那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台北流行乐中心也在我们南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流行乐文化里面 南港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去年我们跟北流有合办了第一届的金舞台的活动 反应相当好 而且我们发现真的高手都在民间 所以呢今年我们扩大举办 我们除了南港之外 我们全台北市的民间高手都可以来参加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比赛的这个过程中 从400位的参赛者 一直到初选复赛 目前40位的决赛就在今天举行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到 流行音乐的多元 不管是台语 不管是国语 不管是老歌 不管是新的游行歌 还是韩团的K-pop 太多太多的元素 所以我们发觉这个实在是相当的精彩 而且相当的多种的文化的融入在南港发生 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跟北流来举办这样子非常重要的音乐跟艺文的饗宴 包括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蔡世平与地方多位里长都出席支持 蔡世平认为北流与南港区公所合办歌唱大赛 让流行音乐深入基层社区 拉近与民众间的距离是很棒的做法 其实台湾人是很爱唱歌的 那北流是一个有肩负着推动流行文化产业的一个责任 那这个场地大家可能会觉得它太遥远太巨大 但是我们做了跟李明的民众的一种亲善的活动 透过这样子的金舞台 我觉得是拉近了北流跟民众的距离 让大家会知道说原来流行产业 我们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 我觉得很棒 经过初选与复赛近三个月的考验 最后闯进决赛的40位参赛者中 由万家号拿下冠军 谭明勋及练狱仪分别拿下亚军与季军 除了奖杯肯定 钱四强还可以获得圆梦大哥厅专属演唱会的资格 登上北流Live House第一舞台演出 让树人也有机会获得明星级的待遇 美梦成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